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人们说这种异常的天象 异常天象不是这一天两天了 其实是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不太正常的环境背景 就是特别是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所表现来 我个人觉得是蛮出奇的 所以异常的本身呢 也就透显出大家习惯了 在我个人的眼睛里 其实这些异常的概念都是在突破人们的观念 突破现代人们在科学塑造下那种自私贪婪的观念 这里讲自私贪婪的观念就是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 按照自己利益的取舍 去判断周围的一切 那形成为了今天的环境 在民主自由的社会当中 把维护自己的利益本身 维护自己的欲望利益的本身 作为一种准则 那身在其中的人不能够自省的 就是一个人不能自省的话 你会看到他相应的故事根本就是延续的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去突破真正的一种自我本身的境界 这样就会表现出在我们看到的遇到的一些现象呢 有些人大部分人吧 那我们看到一种他其实是远离人的灵魂 远离人的道德的本身 那这都是人们都是意识不到 就是说在现实的环境中 他自然流淌 在星期六的时候 这个印度的印度确诊人数超过四十万 死亡人数没有那么高 所以他的死亡人数一直保持比较低 但是他的确诊人数比较高 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死亡人数本身 就是死亡的人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因为在星期五的时候 印度死了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电视制片人 这个人只有52岁 应该是很有名 但他死亡的本身的确诊是这个心脏病 可是在他的 我看在推 因为大概这个人非常有名 所以在推特上就维持了一段时间是在榜首来的 就是很多人都在讨论他 在榜首里面讨论的本身就说 他实际是确诊为阳性 后来死亡的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滑稽的场面 他心脏病死的是他表现出来的 但是他确诊显示阳性 那也是他表现出来的 所以在印度的环境中就被很多人说 他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现在官方公布的 那官方公布的是说 OK 无论他确实是染没染病毒 但是他死亡的直觉原因是心脏病 那另外一波就说了 不对啊 他心脏病是因为他确诊了中共病毒 所以是心脏病 这个价我跟你说 叔跟舅舅打起来了 永远舍不清的 这永远舍不清的 这是一个在今天印度我们看到的 有关相应的这个死亡人数的一个缘由 那在国际社会当中过去的一年多 其实很多人都质疑在国际环境当中的死亡人数 他的说法就是说 最典型的例子 在美国2020年死于流感的人数 远远就是大幅度下降 在死于中共病毒的计算当中 是这么呈现的 这就是问题了 流感是一个很长期的 每年都会回来的一个病毒 而在昨天星期六 星期五的一份评价中说 人们死亡于流感的人 这种死亡率远远超过中共病毒的死亡率 所以当你把就我来讲 当把所有的消息汇送在一起的时候 我个人的一种看法 我个人的一种看法 人们对中共病毒 对现在的包括在印度出现的 有关的三重变种的概念 根本就没认识 就根本认不清 而且根本没有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在里头 包括所谓现在的科学的论知 阿南德 这是印度男孩 阿南德可以说准确的预测了这一次 印度病毒 印度在大病毒当中的大爆发 那他推测不到 他自己看不到的是时间 在时间的背景之下 他看不清楚 另外一个在去年的五月份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 那个人写那篇文章的人叫古今大概是 他也提到他说 会有一次印度会出现大爆发 那那个人讲的时间呢 也是从天象的角度看的 因为阿南德是从木星的位置 木星运行的位置来判断的 那我看到古今的那个人呢 他也是从金木水火土 日月的角度去看待 得出的结论呢 出现了时间上的差距 但是表现的客观事实 是比较类似的 我能够理解到 他们都把时间 就是他们判断的时间超前了 但实际发生的时间错后了 但现象存在 出现了时差 我个人以为是因为他们在看待 他们看待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表现上是与这样的占星术有关 实际可能是跟他们自身的能力 跟他们自身有一些功能相关 而功能本身 他们突破不了自己的时间长 在这么一个基础上 阿南德提到说 应该在今年的六月底 他说另外一波 另外一波更大的疫情出现 爆发的时间 在九月份到十月份 比较衰退的时间到十一月份 然后到明年五月份 基本上就复苏了 哈米尔顿 帕克 英格兰人说 在未来的时间里 应该是2021年 新的病毒出现在中国大陆 然后在经过这一次的 大的病毒的洗礼之后 人类开始反思人的灵魂跟精神 人类而有关信仰的东西 将重归有关信仰跟宗教的东西 将重归人的道理当中的探讨 阿南德也提到说 在2021年 就是前后这段时间 人们该重新回归到一种灵性的东西 阿南德是这么讲的 所以这些人用人的语言去描绘他们看到的 我只能说他们看到的 其实可能是他们的天目看到 但只能看到一张照片 所有都是没有时间的 因为他们跨越不了时间 看到照片 当没有时间的前后的时候 他看到的时间就不一定准确 但是在这个汉米尔顿的说法中 他重点提到了川普 他说他看到了川普背后 有着那个弥撒亚的因素在其中 他的原话 原文原话说 在美国出现了有关大选的问题 有关大选欺诈的问题 这被发现了一些欺诈的证据 而川普反应非常激烈 这个事情也闹到了最高法院 但是川普没有能够促成 美国大选的重新选举 这是他看到的 他说没有促成 但是整个这件事情 在美国出现了巨大动荡 2021年 那现在的亚利桑大州的审计 就显得非常突出 但他也提到说 这个很关键 他说川普的背后呢 有着弥撒亚的样子 我以为是受到他的能力限制 实际 他很可能看到了 在川普的身上 有着弥撒亚的身影 有着弥撒亚的神性在里面 弥撒亚 在我眼睛 这是犹太人讲述的未来的神 我们在东方呢 就说是弥撒 那弥撒亚跟弥撒亚实际是一个人 在我们遭遇了大疫情的背景之下 如果有着神迹再次出现的话 一定是一个 所以在他在川普的身上 你看人们看到了未来 他亥密尔顿也看到了未来 人类的未来 而在这个背景之下 川普更加转向 他说更加转向对宗教的一种崇拜 更加转向对宗教的关注 我相信这是 汉密尔顿受到他的能力的限制 如果你让我准确地表 让我去表达的话 其实他受他的身上 展现出弥撒亚未来神佛的一份因素 当他转向信仰 更加转向信仰的时候 相信跟现在的麻烦灾难有关 在这种灾难的背景之下 在更大的灾难 就是我以为真正麻烦的一幕 在人间出现之后 在人的环境出现之后 那川普自身就更加倾向于 是被神所指定的 被神所确认的 所选择的这么一个人间的亡者的归来 那他身上显示出亡者归来 君权神兽 重新回到人的社会环境中 所以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大的 历史的变革的事情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